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是剧院的演员 不过是个做冷板的替一部演员 但是他也有演主角的梦想啊 这天男主的女友很好奇这个串点胡的工资有多高啊 这一猜开才知道真是挣的不少 女友也是剧院的小演员 他们快结婚了 但是经济上非常结局 女友也是怂恿男主想办法上台啊 男主平时也挺努力 只不过缺少一个上台的机会 万一哪天串点胡遇事摔了个半身不随啊 就可以做主角了 机会果然就来了 串点胡在拍戏之前喝了个烂醉 结果在舞台上吐了 被公司经理演进去 被狠狠的劈了一个 不过经理也看不上蓝主 让串点胡洗个澡清洗一下继续上 按道理这个时候蓝主啊应该挺身而出 主动请阴 但是他事到临头有点怂 毕竟经验也不足 也没什么信心 串点胡这个状态恢复的又差不多了 白白就放走了这个机会 这女友还不气死了 这两人的死工资还结个屁的婚 这么好的机会还推三阻四 结果放跑了 两个人争吵一番 便不欢而散了 然而这串点胡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清洗 从舞台上给摔了下去 看来这机会是又来了 许久之后 蓝主接替了已经摔残的串点胡 也开始习惯和享受这种主角光环 女友再次来看看他 显然他们已经分手了一段时间 女友想要挽回 但是蓝主似乎是并不买账 因为蓝主打心里感觉 串点胡摔的那一跤 跟女友肯定有莫大的关系 又过了几个月 蓝主的事业是蒸蒸日上 人气越来越高 参业了某个人气电视剧 刚刚回到剧院 就在化妆间正在签名 串点胡来见见旧同事 但是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起来的 两个人寒暄尬聊了一会儿 此时之前那个助理呢 也进来打招呼 蓝主这才得知啊 自己不在的那几个月 女友竟然自杀了 可仔细想一想 串点胡的悲剧是女友在背后搞的 可能就是心里有愧所以自杀吧 然而助理却告诉蓝主 根本就不是女友做的 其实都是他策划的这一切 是他在串点胡的饮料里加了纯酒精 然后找借口还匿名举报了剧院的经理眼镜姐 因为只要眼镜姐在 就不可能给蓝主展现了机会 在整个剧院里 只有他一直暗暗欣赏蓝主的天分 知道他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而蓝主的性格来说呢 必须由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清除挡路人 因为莎士比亚的这个麦克白啊 就是麦克白的妻子 不惜牺牲一切 扶住丈夫登上王位 说着还露出了蓝主送给女友的见识 是的 这是他从自杀的女友身上拿走的 他一直就痴迷着蓝主 对于他来说 他把自己啊 当作是蓝主现实世界的女友 只不过他也是一个永远等待的剃脚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短片的构思改编呢 非常的巧妙 他也是运用了五目的形式 跟麦克白相互对应 而蓝主这个剃脚跟女助手这个剃脚又招相呼吁 不过还是需要大概知道沙士比亚这部剧的主要内容 然后就比较容易get到编剧的巧妙 快快订阅及关注额等过来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